可能你在听的是Raymond Wong 的国安频道的直播节目 希望大家可以帮忙 点赞、订阅和分享 看一看订阅状况 记得按住小铃铛 应该有新节目和有新直播的时候 就会通知大家的 我不知道Lang King 88 说的是否这件事 就是在英国的极有暴乱 或者是骚乱 暴动或者骚乱 他有个哥哥被判监九年 他为什么会被判监九年呢? 他很快就变了他九年 他这人在一家容纳大概200个 Asylum Seekers 寻求庇护者的酒店外面 中火 现在英国的法院判了他 坐九年 这人是参与英格兰上个月极有骚乱的人 被判最长的刑罚 这人是什么人呢? 他是 装修师 是画家兼装修师 这件事吗? 他的职业是这样写的 不是开玩笑的 他真的叫做Painter 又有了 Painter and Decorator 就是装修师 是不是画家呢? 不知道 当他就是了 Painter 又可以解画家 无所谓 Decorator 就是装修师 基本上是 他上个月 在一间酒店外面 中火 并且意图危及生命 现在判了九年 他那间酒店是Holiday Inn Express 其实也是两星级酒店 法官 Richardson 这个Richardson 他说 这宗案毫无疑问 是他过去一个月处理 与8月4日酒店外面 苏联有关的 几十宗案件 最严重的案件之一 这个人呢 他现在被判了九年 不只是一宗判了九年 可能之后 这宗案件还有其他更新 还没完 是不算的 那法官呢 他就说 他特别担心 就是 一份关于这个范事人的报告 因为那个报告那里 就是 说这个装修师 和白人至上主义的心态 就有密切的关系 那 可能他的心态 还超越了这个白人至上主义的心态 这个装修师之前是因为严重 种族骚扰的罪名被定罪 他在法院那里 他承认 犯了有意图危及生命中火 暴力骚乱 和持有攻击性武器的罪名 那法官就说 这件事和8月初 英格兰爆发的其他暴力事件是一样 这件事就充满了种族主义 那这个装修师做什么呢? 他呢 就是 在一个 推到酒店出口的垃圾桶里面 加木头 那 就在木头那里点火 接着呢 就在一个热火的垃圾桶上面 再放另一个垃圾桶上去 这个装修师还被警察拍到的 因为警察是有body cam 拍到 这个装修师就向 警察投射一些物品 那 那 以及 揮舞一根棍子 和警察对峙 以及 扔了一个大垃圾桶 出来 推向 一排 手持防暴盾牌的警察 这些全部有片 这些是 在这间酒店 即是Holiday Inn Express酒店外面 是发生了大概12个小时的暴力事件 结果造成了64个警察 三只马 和一只狗受伤 那三只马也是警察的马 那只受伤的狗也是警犬 现在这条装修师就是第一个 因为意图危害生命 而纵火被判刑的人 那法官就说他的意图 是要酒店的住户受到非常严重的伤害 显然参与了对勇敢维持秩序的警察的残酷攻击 你一个无知的种族主义者 参与暴民政治 法官是直接这样说的 有22个酒店员工出来做证 那22个酒店员工 认为他们自己会被烧死 那22个酒店员工 就把自己放在一间有冰箱的房间 对于一间酒店里面每一个员工 第一次非常可怕的经历 虽然火警警暴是响气的 但是 很多住在里面的寻求庇护者 他们只能够在窗上看出去 看着暴徒 因为他们走不了 他们是走不了的 最终警察控制了局势 因为这间酒店里面 没有人受伤 这件事的源头是怎样的 之前也有节目说过 就是7月29日 在英国有一个 Taylor Swift 跳舞班 发生了斩人事件 好像不是Taylor Swift 我忘记了 总之是 学一些明星跳舞 不知道哪个明星跳舞 这部分就忘记了 对了 Taylor Swift 真的是Taylor Swift 没有说过 结果有三个女孩死了 因为她用刀去砍人 砍人后 因为有些假消息的传播 令到英格兰 很多城镇有骚亂和暴动 因为网络上有一个谣言 就说去砍人的人 就是一个寻求庇护者 当然英国的极右 也利用这次襲击 令人聚焦 在寻求庇护者和移民 尤其是 在英国现在有一个情况 就是数以万计的 寻求庇护者 就在法国乘坐小船 去英国 他们在卡里上船 很多时候 如果没有搞错 他们的小船 就去Devon 那些地方上船 就是那些人下船上岸 还有 在英国的暴力事件 也令到 图书馆被纵火 清真子受到攻击 以及 战时 领导人邮吉尔的雕像 被他们请吃汽水游多胆子 不是说笑 真的有这样的情况 他们的暴动 搞了几天之后 当地的警察 用了最严厉的措施 对涉案的人员 迅速提出起诉 以及法院加速他们的判刑 这件事就平息了 自从7月29日起 英国的警察抓了1380人 其中包括两个 因为暴动而被捕的11岁小孩 有两个是11岁的 英国皇家检察署 告了863条罪 现在事情还没完 之后 我相信会有更多的人 会因此而坐牢 Happy Day 他补充 那次斩人死了三个女孩 一个六岁 一个七岁 一个九岁 是否电脑正传 Virginia Key 说的 其实也可能是 非日人类命运共同体 英国如果和美国一样 那么容易拥有枪械 会更加麻烦 其实他们要有枪 是不难的 在英国我理解 要有枪也不是那么难的 你很容易都可以申请到枪牌 在英国其实 不过 英国的人 没有带枪出街的那种传统 他们如果带枪出街 都是锁在车上的 美国人 如果在Mid West 他们到现在也是 不是全部人 有部分的人 是会拖枪出街的 有部分 不是全部 那么 美国的情况是不同的 美国的情况 在西方国家来说 也是很特殊 其实 在五眼的国家 你要有一把枪 其实是不难的 就是你考枪牌 然后 你有一个枪柜 放在家里 警察就可以上来检查你的 总之你可以锁在枪柜上 其实在五眼国家 用枪不是那么难的 美国是特别容易 但是 其实 其他四眼都很少 就是 暴力枪击事件 为什么呢 有些武器是限制了 是不准买的 譬如那些半自动的 是不准买的 以及手枪那些 其实是有限制的 那么 政棍分辑员就说 平民可以有枪的地方 真的危险 其实 又不完全是 我的看法就是 不要紧张 看一看你地方的文化 是如何 其实 我的看法就是这样的 不要紧张 说到这里 Lion King 88 他说 放火罪很大 有时候 被誤杀的罪名更加重 是的 这是会禁的 算了 说到这里 休息一会 回来说说其他话题 对 对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